1894年,马斯克的偶像尼古拉斯·特斯拉在纽约第五大道35号的实验室 用无线传输电能的方式点亮了一盏白赤灯 随后,更加疯狂的想法在他脑海中生长 他计划在纽约长岛建造一座沃登克里夫塔 将地球的电离层与地表视为电容器的两个基板 通过镜像电磁波震荡 在其间建立起频率约为8赫兹的低频共振厂 简而言之,就是要建立起一张覆盖全球的无线电能传输网络 这样一来,人类将彻底摆脱电线 只需要安装一个小设备就可以取电用电 可惜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 尼古拉斯·特斯拉的疯狂之举未能得以实现 一百多年之后,他的信徒马斯克循着他的狂想 成立一家名为特斯拉的公司 将这个世界带向了电动车的时代 2022年,全球新能源车销售量约1065万辆 中国占63%的市场份额 电动车的爆发势不可挡 然而,补能环节的矛盾却日益突出 特别是高峰期,一桩难求也是尝试 如果能实现急停急冲,边跑边冲 那岂不是妙灾? 这就是本期小编要跟大家聊的无线充电 看看如何实现,未来又有哪些新可能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小编先来聊聊什么是无线充电 这跟我们初中课本上学到的电磁感应有关 让一块磁铁或其他的磁场来源 靠近一段没有电流的线圈 线圈上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用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式 通过其他形式能转化为电能 当我们将电磁感应产生的电流 引导到电池内,无线充电就完成了 运用到汽车领域 在停车位上设置初级发电线圈 并让线圈通上高频交变电流产生磁场 即斜阵磁场 当装有接收线圈的车辆停到该位置上时 车辆就会接收到能量 从而实现电量转移 那么电动车无线充电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总结下来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急停急冲 要想告别抢装大站和线的束缚 无线充电就要实现急停急冲 将车子停在地面充电发射板上 接收磁场能量 转换给电池充电 目前已经有不少汽车品牌 都在研发纯电动汽车的无线充电技术 包括奔驰、宝马、现代、高通 都已经有了相关的实验产品 小编来给大家解释下其中的原理 基于磁偶和斜阵式 无线电能传输技术 通过电源侧的电路 为线圈提供高频交流电 能量经过补充网络后 注入功率线圈 接收侧变换电能 供给不同负载使用 而且能够急停急冲的无线充电停车位 搭配无人驾驶技术 简直就是解放车主的天作之河 试想一下 无线充电加无人驾驶的组合 不仅解放了双手 还减少了马路杀手 汽车可以根据车主的用车习惯 利用互联网自动驾驶至无线充电站 充满电后自动返回 二、边跑边充 那如果不停到特定的停车位 在行驶的过程中 就能实现充电呢 那就是让车边跑边充的 动态无线充电技术 简单理解 就是整条路都是无线充电装置 车一路开一路充电 这种动态无线充电技术的实现原理是 通过地面下的供电导轨 以高频交变磁场的形式 将电能传输给运行在地面上 一定范围内的车辆 进而给车载储能设备供电 也就是在路下面铺设充电线圈 让电动车边开边充电 那么这样的公路是真实存在的吗 2018年10月 世界首条三合一电子公路 在苏州同里新能源小镇亮相 这是一条不停电的智慧公路 公路的神奇之处在于 边跑边充电 不会因为续航能力弱而影响出行 这条公路的两边黑色部分 是光伏路面 中间绿色部分 是动态无线充电发射线圈区 汽车行驶在上面时 底部的接收线圈 可以接收来自于地面发射线圈的能量 从而实现无线充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 将光伏公路 无线充电和无人驾驶 三项技术融合的应用 它采用新型透明混凝土柔性材料 承重能力达50吨以上 下雪时 路面可以自行溶雪化冰 并有LED路面智能引导 通过各种发电装置 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多种能源进行采集 根据能源的特性不同进行合理利用 电子公路的动态无线充电效率 国际领先 达85%以上 三合一电子公路 可以运用到厂区、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 实现无人驾驶以及无线充电 如果顺利的话 它们还将逐步在同里、吴江、苏州等地 继续研发设立三合一电子公路 让更多市民感受高科技的魅力 三、双向化无线充电 在动态无线充电普及的情况下 电动车能够实现边开边充电 就可以将富裕的电池电量利用起来 输送给其他设备 或者是作为储能工具人为电网输电 想象一下 一辆电动车能变成充电站 能给生活带来多少便利 当我们心血来潮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拍时 汽车驾驶在公路上 无人机伴随汽车一路满电伴飞 彻底摆脱大好河山无法记录的遗憾 各种无线充电的技术原理咱都明白 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我们要跨过去的坎还有很多 根据Qi无线充电标准的制定者 无线充电联盟的研究报告 他们发现在现实工况 Qi标准无线充电的效率是59.4% 其竞品的效率仅有39.6% 举个例子 iPhone X第一季度销量3000万 带来的影响是 每日用电量增加415兆瓦时 这还是每台手机 每天只充满一次的数据 以60%的效率计算 结果是电网每日增加负载278兆瓦时 这等同于家庭年均用电量的25倍 这仅仅是计算了数码产品市场 电网想要为新增负载采用清洁能源的话 就需要新建1400个风力发电机 以电动车来计算 根据驾驶习习惯 特斯拉Model 3每公里电耗为4.5至5.5千瓦时 以每天通勤35公里计算 特斯拉每日电耗7千瓦时 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家庭的日均用量 所以电动车上路相当于电网新增一个家庭用户 如果使用无线充电 几乎等于新增两个家庭用户 因为这种充电的功效率不高 国家电网也许能承受这种增长 但当地设施能否能承受就很难说了 电网增加的压力 主要原因是无线充电效率低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演示了20千瓦时无线充电系统 以90%效率运行 功率输出比传统有线慢充快三倍左右 现在还不知道现实条件下充电效率是多少 而目前有线充电的效率普遍在95%以上 所以效率低是影响无线充电普及的其中一个因素 另外车辆的高低不同 停车位置不同 地面杂物等会引起变化 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导致我们停入车位后无法充电 而且由于外界环境不可控性 在公共场所使用无线充电 稍微有一些义无出现在电磁场附近内就会影响充电 例如一只小猫站在充电板上 一个垃圾被风吹到充电板上的 想要建设一个无线充电站 在体积和复杂程度上就跟普通充电桩不是一个量级 首先需要在地面挖个地坑 用于埋下充电线圈等必要部件 最后还需要重新回盖 如果想要充电功率足够大 那么这个坑也需要更大 如果想要建一个无线充电站 那么甚至需要把整个原来的停车场都挖开 还需要部线等工序 而目前的充电桩只需要通过增加线路 随后在地面上安装充电桩即可 几乎无损的安装 无疑有利于充电桩的普及 更有科研人士指出 也许在无线充电技术得以全面投放的那天 纯电动汽车已经有了超大电池包 能实现上千公里的续航 而且充电时间大大缩短 那么无线充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无线充电技术在实验室条件下 能做到不错的表现 但是实际普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电磁屏蔽问题 还是充电效率问题 又或者说是成本 都是限制无线充电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果需要大力推广 少不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就像当初纯电动车发展一样 国家补贴推动才会高速发展 但我们从有线上网到WiFi普及 人们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 相信在未来 技术升级和普及推广 将带来无线充电设备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 或许会进入千家万户 甚至高速公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无线充电靠谱吗 大概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实现该技术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